上海市臺班主任鍾小敏 今天上午是拜會了 臺北市長蔣萬安 雙方是閉門會議了半個小時 蔣萬安強調 雙層論壇行之有年 陸委會也證實 鍾小敏來臺 就是為了雙層論壇 來進行事前磋商 但至於上海市長公正 是不是會來臺參加 陸委會回應 上海市長只是二把手 層級不高 也引發了關注 雙層論壇先前團 上海市臺辦主任鍾小敏 13號上午拜會 臺北市長蔣萬安 這是2020年後 再次由上海臺辦主任來臺 中方層級提升 雙方閉門會談30分鐘 市府轉述鍾小敏主動提及 蔣萬安去年到上海 與上海市長公正自拍 到預言跟民眾互動 讓人印象深刻 蔣萬也將持續推動 雙層論壇交流 預計7月底或8月底登場 屆時公正能否來臺 也引起關注 還是都會去依照 中央給定的原則 然後依照既有的法規 按時程按規定來進行申報 是不是公正要來 老實講我們目前沒有收到 台北市政府提出來的申請 邀請到上海市的第二把手來 我認為成績不會太高 我認為現在都還太早了 至於中國隱新胡歌快閃來臺 傳出背後是海基會 董事長鄭文燦牽線 為兩岸影視文化交流破冰 對於中國藝人來臺 陸委會表達歡迎 但也強調不能發表 有害臺灣自主地位的言論 怎麼看說這胡歌來臺灣 是不是你負責在中間牽線的 做什麼樣的活動才是類別 如果是商演 如果是商演 商演的話那個叫做商務履約 現在就是可以直接向移民署申請 正在海峽論壇15號登場 包括雲林縣長張立善 金門縣副縣長李文良 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都將 帥團參加陸委會表示海峽論壇 本質是統戰平臺 不樂見地方政府參加 記者黃子傑 彭耀祖 張子佳 臺平報導